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你们的家人 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双好 这位是原广电总局副局长同刚先生 传承中华的优秀文化 不久前 刚才子中也提到了中宣部和国家体育总局 把中国围棋做为什么呢 中宣部专下文化走出去的一项工作 我觉得这是对围棋莫大的重视 所以我们新闻媒体的杯的起手 有责任在传承维棋的同时 还要弘扬和传播我们优秀的更好文化 为我们围棋人在全国更好的发扬光大 乃至在前世间的发出我们的公共围棋之方 做出我们的贡献 好 2021年 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 全国新媒体围棋行回赛 这是我们的开幕 结构回赛 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 全国新媒体围棋行回赛 二号在四川省成都市收盘 经过六轮角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五胜一平的战绩获得冠军 这么维棋两天的比赛也吸引了16支队伍 近百名选手参赛 维棋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近年来我国也是大力的推广和支持这一个项目 这是最后的颁奖仪式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为大家带这盘棋的讲解 这盘棋是由李轩豪八段直黑 对 这个应该说是第二轮 虽然是刚刚开始 但是应该说也是双方也是慢慢的已经都进入状态了 可以说是 应该说这两位棋手还是我们中国的现在 可以说也不是年纪大的棋手 也不是年纪小的 应该说我们中间棋手这两位都其实本身名气有可能不像柯杰那么大 但是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是 而且我印象中这两位棋手都是战胸过柯杰 而且是很轻松的战胜 那确实是很具有实力 对对对 今天他们两个相遇在一起 我们看看谁更提高一招 好 那制盘棋呢 黑棋是下了新小鹿 白棋以二连新应对 对 维甲联赛呢 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赛是不太一样一些 一般说头前站啊 或者什么翻棋啊 会要拆先 像我们维甲联赛是排兵不振的 对 所以说这个黑白棋是能 赛前就要定好了 所以说像李轩豪今天拿到黑棋 他不是拆先得到的 是教练排他下黑棋 这样呢 他可以提前做些准备 好 黑棋是走了小木 白棋腥味 下一步是走了一个单关手脚 这个也是还是比较少见 接下来白棋下一步 白棋是点脚 点脚 点三三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了 这个是越来越多 以前都是分头啊 挂脚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老下法 对 但自从有了挨挨之后啊 是 现在几乎是职业高手的对局 基本上星位不点脚 都不叫这个职业棋菜的棋谱了 对 会提选择党 会提选择党这边 党这边也还是很有意思啊 要以前的危机理论一定是党这边 对 发展方向在这边 对对对 但现在呢 大家决定这个 这个想发展这边 王老师党这边 当然跟我们之后的这个定式 大家可以看一遍啊 嗯 爬 飞 飞 下一步白棋下了一步 还算是比较少见的一手 嗯 是走得拖了 是吧 拖 现在是长 最常见肯定是 简单的应对就是顶了扳 嗯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下法 嗯 接下来如果这么下的话 各位机友一定要记住一下 这个接下来 飞棋一定是要扳了断 扳完了断 嗯 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也是一个 AI的定式啊 对 这个下法也是非常流行 如果这样的话 大约是会下成这样 嗯 吃 来 这么下 提掉 打吃 粘上 吃掉 这样的话是也是一个 很流行的一个定式 嗯 走这个 嗯 这样黑系的发展方向 一下就转到这边来了 对对对 这就是我 我们刚才说 它为什么不挡在这边 挡在这边的道理啊 因为这个 在职业棋手来说 这个定式现在非常常见 嗯 这样下呢 它其实最终还是要发展这边 对 是吧 嗯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记住一下 手术虽然很多 但是现在也是 很常见的一个下法 嗯 这个定式可以起 也很灵活 对对对 随时可以选择转方向 对对对 这样尤其我们能看见 它这个第五手棋啊 它这个关在这儿 明显是要现在 比起来这个 无忧脚要好一些 这样这边碰起来 会白旗 差很多 对 实际上这个下法 黑旗还是一个 一个 一套 非常成熟的物具 嗯 白旗显然是不答应了 嗯 应该说这个下法 下成这样 也还是非常常见 但实际上白旗 应该说还是 没有下这个最常见的 还是下了一个 比较 相对来说 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下法 嗯 它实际上是选择 这个拖 嗯 接下来黑旗是斑 这个米式飞刀 对 然后再顶 对 这个时候黑旗是不能挡了 如果挡的话 白旗这个把这个 对白旗吃掉了 这个黑旗是 笋在先 对对对 这个其实很早以前 也是一个老定式 哦 但是呢 这个现在来看 这个老定式 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 嗯 这个损 这个白送一个则 还是很大的 嗯 现在是黑旗是 强行长 嗯 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下法了 嗯 这个下法 我们确实也是 有个叫法 叫米式飞刀 对 这个是米一亭 九段是特别爱下的 一个定式 之后的变化就 嗯 超级复杂 对 实际上是断在这 对 这也是比较 也是 这个断在这 好像稍微简单一点 如果说断在下面 是最复杂 这个是米式飞刀 这样黑旗再煎一个 然后白旗再尝出来作战 对对 这个就非常复杂了 这个然后什么 再压是吧 或者很多下法 嗯 实际呢 应该说 陶欣然呢 还是 这这盘棋 他应该还是 没有准备 是走这个最复杂的下法 他应该说 我猜测也是有备而来 嗯 他这个下法 他实际上是断在 断在上边 嗯 这个 我觉得下出来的次数 还比较少 对 比较少 没有那么多 但是在这个职业 比赛的棋谱里头 是我是见过的 嗯 但是 这个下法 比米式飞刀 要简单一些 嗯 嗯 反正 然后 可以去下一手棋 很有风采啊 对对对 这个定式最主要的 要先看真子啊 嗯 很多棋友 就是说 我们背了很多定式 但是还要知道 他这个之所以啊 这个如果这个地方 黑棋有个子儿 这个如果被人家 争死了 这个这个下法 就完全不能考虑 嗯 它这个棋一定是 跟争子有关系的 白棋必须得争子有力 才能下 白棋争子有力 下一步应该说 黑棋也是 哎 下得非常的 飘逸啊 飘逸 飞一个 在这儿飞一个 打吃肯定是不行 白笑跑出来 打吃的话 它肯定是跑出来 争子不利 然后断年也很多 嗯 所以这个棋应该是 飞 飞这个步棋 客观点说 这不是我们 这个人类先下出来的 对 这应该是 人工智能先下出来的 对 这个棋型的感觉 比较特别 对比较特别 要是比如说 以前像如果 我第一次见到的话 如果我不能争的话 可能会选择 跳这个 下这个跳一个 但跳呢 有可能 这个就是白棋脱线 黑棋下一步也不好 没有实战的下反好 对不对 很明显 是 就是这步棋 真的是很难想到 看上去 以前会觉得 有点奇怪的一个形状 但是呢 但是这个 人工智能下出来之后呢 确实觉得 还是非常的 非常 使用 非常的让人 惊讶的一手棋 我觉得 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还是要 还要注意一个变化 就是黑棋 如果走在这儿的话 这样的话 白棋 应该说 这个地方下反 也是会比较多了 好像有很多个下反 是吧 有加 有飞 有鸭 鸭这个 都有 都有 飞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 飞一个 当然前提都是 蒸子一定要有力 对 加过 好像也见过 加这个 大概就是 清零闪过 闪过去 就没有大型变化了 对对对 大概这时候 现在蒸子有力 应该是 这个是最凶狠的 总体来说 好像这个白棋 还可占 出院的变化 对对对 这样飞过来 这样我们可以 简单看一个 如果吃的话 这样就白棋 是不是这样就 把它给吃了 是吧 这样蒸子有力 对 沾上 再一壶 如果打 我就跑 这样的话 我就搞 这样可以先尝就行 了吧 这样蒸子 你我已经有力了 对 这个黑棋 应该是 恐怕不行 不能接受 这个地方 还是非常复杂 所以实战的 黑棋的选择 应该说是非常简明的 黑棋是 飞一个 那飞一个 这个白子 现在也 不太容易 动出了 对 你可以动出来 但是你动出来之后 就是 就是越走越揍 越走越重了 对不对 这个你比如说你顶 我这个 我就退一个 这样你就必须得走了 你走完之后 那我这边 黑棋先动手之后 我再补回来 那当然黑棋 是比较满意的 一个下法 但你如果吃 我动出来的话 你这个形状 还是不佳 所以它这样的下法是 就是两边都坚固了一些 这种感觉 对 如果跳呢 你就是白棋吃住之后 你这个下一手 没有下一手 你就只能这么跳加 这个力道要差一些 所以这部棋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棋 所以这个 那么实战呢 白棋是打吃 先把这个补好 对对对 黑棋也有了下一手棋 就是 乖的 这样是 应该说 这样黑棋的补的方式 还是挺厚的 应该说 除了这个 这样补肯定是最满意的 对 当然这样肯定下不出来 所以下成实战是 这样的一个形状 白棋这个时候 不依不饶 下了一个这部棋 对 离这个后市那么近 对 这部棋还是很有 很有这个用意 对不起 是什么用意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棋友们 如果说有一定实力的话 应该已经能猜测出这个白棋的这个用意 它还是瞄着什么呢 就是瞄着这个 跑这个针子 这个确实有点让人没想到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的子力非常多了 对 这个地方 而且白棋还搬了一下 但是呢 这个时候仔细看的话 确实这个地方 白棋 如果争子有力的话 直接跑出了 这个一跑就跑出来了 我们假设说 现在黑棋 我们不动脑筋的 这个地方 攻它 逼住 拦住它 那白棋现在 不是说这么跳出来 这个地方白棋是有杀招的 直接跑出来 对 跑出来 这一跑的话 如果说这个则跑出来的话 那这个大 现在其实并不好了 现在 你要蒸这个是蒸不掉的 因为这地方 人家是在那个腥味的话 就直接跑出来了 所以你只能从这边吃 那这样白棋 这个子刚好有用 对 就看到这个子的用意了 这样白棋 把这一跑出来 应该说黑棋现在 如果像是这样的话 黑棋应该是已经 非常非常的头疼了 对 自己的后世 瞬间变成不活的棋了 对 这个棋 黑棋 如果说要就这几个字 还就在往二路上走了 当然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把这四个字气掉 气掉的话 这个 这个也是被白棋先手 扒一层皮 这个有点大 这个 这个木树 这样白棋先手挖一层皮 还是有点满意的 对 满意 尤其这个棋 如果说被提成这样之后 黑棋补完这个的话 我们能看出这个字 其实有点尴尬 对 这个棋好像 这里过近了 还不如不走 对 走在上面效率会高很多 对 所以这个棋 白棋这一手棋 确实是 明目张胆的威胁 对 这个下一步 马上就要动出来了 对 这个棋应该说 曹欣然既然这么下 我觉得大概 他就是准备了这一招 让你有点难受 这种棋 确实对黑棋来说 是有一点点的 心情不太舒服 对 我补一个呢 有点怎么样 重复了 对 你说这补一个 太重复 但我要供你呢 又那个什么 也不敢供 这个棋 黑棋现在是遇到了 一定的这个 比较头疼的问题 对 我们看看李仙豪 是怎么下的 实际上呢 黑棋直接是 拖先挂脚这边 同时也起到一个 消解白棋 这个蒸子的作用 对 应该说 他最主要还是 为了防这个蒸子 然后应该是 最高效率的 防这个蒸子 既在这边挂一个 又能防住这个蒸子 这个对白棋来说呢 看看你走什么 对 这样 如果你现在啊 你不能跑这个蒸子 那你要是说 你这是猜个二的话 那黑棋也不着急了 那就黑棋现在那边动手 慢慢走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用意 但是白棋实战的下法 显然是不答应 对 应该说 这两位棋手都是 我们中国现在是 比较中间的这个棋手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对棋来说是非常熟练 对 应该这个下法 我猜测 虽然是下了 已经是二三十手棋了 但是他们也许 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 有可能能模拟出来 尤其用人工智能 用中国的这个决议 都能模拟出来 所以是有备而来 这个不好讲 要看他们俩 谁更用功一些 我觉得 谁备得更熟 对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因为现在 尤其刚开局的话 是很多棋手 是应该这么说 以前像我们这代人的话 会跟同水平的棋手 大量的这个研究布局 对 现在的棋手 应该说是跟 大量的 是跟人工智能 在这儿花时间研究布局 那这个布局的种类非常多 那就看谁记得 这个手术更多一些 然后研究的更深一些 是有这方面的要考虑 确实 白棋下一手棋 感觉也是 两棋手 都是年轻气盛 就在这个局部 对 这个展开了一场战斗 对 这个就是要引征 对 很明显 这个棋 应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下法 就是说这种棋一下来呢 就是双方就绞杀在一起了 对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很简单的下法 因为我对这个没有研究 那我会找一个就是 最简单的一个引征方式 一个是拖鲜嘛 但拖鲜会觉得稍微有点 有点软弱 想引征 因为这地方有跑这针子 如果我想的话 就是我的话 我肯定就走这个 肩冲 肩冲 很简单 你冲 我就跑了 对 你只要冲 我就跑出来 就被引上了 对对对 这样正好它是 它是正好是 这个你走什么 我这个地方都能跑出来 对对对 那我就不敢硬了 你 那我就是你 你硬不硬吗 那你就这边 你自己做 我得补一个 你补吗 那我这也简单 我就冲不下来 这样白戏也是这边便宜了 对 这个就要看黑棋的应对了 一个是它有可能会冲出来 也有可能冲出来 冲出来 它这个就是我们选择那个 棋子 就选择这个棋子的方法 那这样就像刚才贺阳老师说的 我这部棋我就不用走了 我就可以省掉了 对对对 它是有 我猜测它有可能会这么 有这种可能性 这样 这个 这个不能说黑棋没这个可能性 是有的 如果想成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说是 黑棋的气魄还是非常大 通过把这边弃了 然后走外式 这样呢 你这手棋的交换呢 应该是 我如果为模样的话 你肯定稍微损了一些 对 当然白棋也可以说 我这地方再洗进去 再打入进去 这当然 捞点时空再说 对对对 这个 如果喜欢实际的气魄 我建议可以选择这样的白棋 你就是说 不怕它这种模样 这个呢 就是说 尖冲是比较好 好理解的下法 就是 A B建核 你冲出来 我这边就肯定能跑出来 你补一个 那我也简单了 我就挡下去了 对不对 就是你要这边补一个 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你是可以补一个 这样你比如说 应该补一个补 是不是 你补一个 那我这个 我就挡下去了 就挡下去了 这样的黑棋 大概会再攻过来 怎么攻过来 这样就另外一盘棋 但是不管怎么说 白棋如果这么下 非常简单明了 就是 你走这个 我就走这个 你走这边 我走这边 是 这种棋就是 跟棋风有关系 像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后发制人的棋手 就喜欢这种 就这么简单明了的 这种棋风 就是简单的下法 简单一点多好 但是实战不行 对 实战就是 它是想要搬下来 效率更高 可以这么理解 真求更高效率 对对对 另外一个 你如果走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说 虽然你这个地方 先走一手棋 比如说你在这边走 我这地方还可以 给你什么 强行给你再断上去 咱们就单说这边 他说我也不怕你 他是有这种道理 我这一肩冲 你如果是肩冲 他一冲出来 那肯定是 黑棋这边是占优的 占便宜的 它这个棋 是特别狠的 对 是比较狠的 就是比较 应该说比较那种 比较狠的棋手 比较较真儿的棋手 对 就我这个地方 也不会 我要不带引证 我这地方也不吃亏 两头都要 对 一方面我这边 阴着你这个 我可以跑出来 然后另一方面 这边你要敢 跟我战斗的话 我就跟你战了 你也不见得便宜 对 就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感觉 所以从这一点上 可以看出 陶欣然的这个棋风 对 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狠的棋手 狠狠的这个棋 我要是实战当中 看到这部棋 我一定这个 瞬间头大 对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我也是 就是这样的棋手 我也是很害怕的 他一走 哇这个 你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就这种感觉 你越硬 这个地方越复杂 这个地方是很挠头的 是 但是还是得硬 这个地方 K棋呢 也是选择了 非常正面的应对 直接搬起来 搬起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黑棋 这边也不肯退 让这边 他也要撑住这个棋子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 那么白棋就断上来 跟黑棋作战 对 黑棋扭十字长一边 扭十字长一边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呢 先跑了一下 先跑了 看黑棋怎么应对 现在呢 是这样的 黑棋呢 是可以吃这个的 这个棋子啊 棋我们可以稍微 如果有棋盘 稍微自己摆一下 简单的话是 这个棋子是跑不掉的 以为我们这都打一下 就能跑 但是是跑不掉的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 自己稍微算一下 还是被打死了 所以白棋这个下法 为什么说它复杂呢 就是这个下法 看上去好像有几个打 是能引到的 但是好像没引到 但是呢 他也不怕 就是说 他还继续跟你在这边纠缠 但这个地方 白棋我的理解 他为什么要尝这一下 就是说 怕纠缠这边损多了 他怕黑棋以后 有可能从这边 哦 气掉了 气掉了 对 他是有点担心 所以他有点是 先问一下 但这手棋肯定很损的嘛 因为黑棋以后 就算提一个的话 那比刚才 我们补任何点都好 先自损八百 先自损 对 自损八百 之后这个 还不知道能不能跑出来 对对对 因为这边呢 很复杂 因为这个地方 确实黑棋也很凶险 因为黑棋 等于被缠在一起了 我一旦这个地方能跑出来 那就厉害了 这个地方 白棋还是很凶狠的 想的 那这个 白棋是继续压 白棋继续压 这个问到黑棋了之后 黑棋打尸 白棋长 对 这个形状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 白棋多这个打也 还是跑不掉 这个地方我们棋 我们稍微可以自己看一下 现在还是跑不掉 对 这样应该是 刚好是这么被打 再从这打 打到这 这么打 这个地方白棋 还是跑不掉 这个帧子 这个棋形呢 初初的一看 总觉得白棋 怎么都跑出来了 但是你仔细看 还真不是 所以下棋 最重要的是 帧子不能算错 所以这个 如果帧子算错 这盘棋 就马上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棋 白棋还是得长 黑棋 斑 白棋 断 这个 下得很激烈 这个地方 对 黑棋压过来 压过来 这部棋是 可以说 这部棋是一个 关键的一首棋 应该说以公为首 对 本来是白棋 是朝朝都是在 瞄着这个针子 现在黑棋 是这么一下来之后 黑棋是要反征白棋 要反征这两个字 我们见 那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有针 这个地方有针 这个地方也有针 然后这也有个针 有三个针 对 那这个棋 接下来白棋 应该怎么去应对 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是 棋 我们也不妨想一下 利用咱们一块休息的时间 好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好的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 2021华为手机杯 中国围棋 奖金联赛第二轮的比赛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时候 黑棋压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针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针子 这边还有一个针子 白棋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是 应该说是碰到难题了 对 那接下来白棋的这部棋 也是很强硬 对 扳头 那么一方面防住这个针子 另一方面防住这边的这个针子 对 因为黑棋这么 这个地方能看见 如果这么针的话 这个地方有了这个籽呢 我这个是叫吃了 你是跑不掉的 对 就是你针不掉我的 你往这边走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多了这个籽 你是 等于我这个也是相当于 我把你带响了 你也是针不掉我 对 有点那种叫 我们叫一子解双针 解双针 这个感觉 对 所以这个 这部棋还是非常 实战性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很多棋友 如果说 能从这地方开始算 算到压的时候 能算到这个斑的话 那就证明你 已经有一定的实力了 现在白棋一斑 这个 该轮到黑棋小了 对 那么我觉得 接下来这个地方的 这个定型 就黑棋选择了一个 特别大气的一个下法 对 应该说它也是 从这边下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 它就应该先单扳这个 单扳 这个不能随便打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气了 如果你先打的话 这个 因为这个双方是 这是一个勺子 扭在一起 这样 真被打死了 它就把你整死了 对对对 因为双方的气都很短 都是基本上都是两口气 这个谁 谁先把对方蒸掉 那就是谁 谁就 就惨了 可以这么说 对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 这是一个失败图 千万要小心 对 所以它是斑 它是要继续蒸这个字 现在如果你粘 还是把你蒸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下一步是相关联的一手 跟这个搬 白旗是打吃 再把这个补上 是 黑旗打吃 白旗管 其实看着这个时候 黑旗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毕竟这三个子 是在白旗的包围圈之内 对 正常的感觉 会觉得这个旗 白旗已经成功了 这个你现在是蒸不掉我的 对不对 当然它跟这个 还是有一个争子 它是跟这个 但是白旗呢 看上去算得很 还是很 这个下法还是很凶险 但是确实这个地方 是没问题 没有问题 它立下来 应该说这个地方 又出现一个争子 这盘其实要算出 很多个争子来 如果这么打的话 这个要不说有备而来 我都不信 这个一朝不顺 这个旗肯定就崩盘了 对 这个要算出这个争子 对 那这个字又有用了 刚好 期待这个中 这个黑旗有没有备而来 我是不知道 白旗一定在有备而来 对 因为它每个字都是恰到好处 是 这个恰到好处 这个字我们说 它走的时候 应该算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说没有研究的话 这很难算到这 对 说 就算说这个职业起手的 这个计算力很深 很远 但是我也不相信 它能算到这么远 这个地方正好是防住了 这个字 对 这个地方还是 这盘棋是算争子 是要算很多时间的 对 但是呢 争子可千万不能犯错 一犯错就是输一盘棋的代价 黑旗看上去是有点 有点现在是 这几个字是 应该是有点到了绝境的感觉 看上去黑旗是有点 有点那个什么 没办法了 有点吃亏 但仔细想想黑旗确实似乎也是 好像也是一个转换 它等于是正好它提在这边 把气料这几个字 外面这边的后视是非常的舒服 对 另外我们这个后视之后呢 这个蒸子是 可以说是几乎是 可以忽略了 因为这边你在找 没有严厉的引蒸了 对 你基本上 这就是在我的乌龟壳上去引蒸 那是不太可能了 这也是黑旗的一点好处 对 所以这个下法呢 也许李先豪呢 看上去气掉这几个四个字啊 有点损失很惨重的样子 但是也许他也有边儿的 也是 所以这个 这盘旗还是非常的精彩 两个人呢 是下属一个很罕见的旗形 黑旗地柱 黑旗地柱这个 对 虽然这个地方黑旗 这个全部变成了白旗的空 死掉了之后 但是这一块也是很可观呢 对 现在看就是这个白旗 这个跑这个有点得不常识 对 这手机亏了不少 这个损失有点惨重 不知道他当时 这个确实他有犹豫的地方 如果先不跑呢 我黑旗应该是绝对不会这么下了 黑旗不会选择这个定型了 对 因为这个再跑这个正子 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嘛 那这个关子 包括这个做活都会差很多 但是呢 他不先跑呢 这边我们就不知道他黑旗会不会这么下了 我猜测不会这么下了 是 多少也是计算在他这个地方 白旗是白损一个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两个人是斗智斗勇啊 应该是下得非常精彩 最后是形成了一个超级的一个转换 转换 对 黑旗这块模样还是非常可观 高手的旗就是这样 让你觉得好像有一方要崩盘的时候呢 又形成了一个转换 然后又回到最初的旗点啊 这是试一下应手 黑旗点了一下 白旗点了一下 点了一下之后试一下应手 对 黑旗是立 这个地方它是没敢 没敢走在这里啊 这个肯定是最凶的下法 如果这么下的话 应该会继续搬 吃的话 油应该是他 腾锣也好 腾锣这个 你搬 搬我的断啊 这种旗 这样就看不清了 利用这个挡 这是白旗是希望 能这边除旗 这边肯定是黑旗的基本控 所以它碰的时候 可以说是考验一下它 利 现在是利 这样的话 脚上是不是留下了一个 打结之类的 活旗手段 白旗 尝完了 对 搬完连搬 对 应该是味道非常不好 这个地方明显是留下了 很浓厚的味道 对 这个黑旗如果说要想吃它脚 肯定是最简单是虎在这 但是这我们说它是怕那边 黑旗还是看中这边的孔 对 实际上白旗手旗很神奇 和尚老师 这个 这边明明已经把黑旗吃掉了 可是黑白旗这个时候呢 又往这提了一个 是 这手旗是何用意呢 这手旗就是我们说的 等一 等一下 等一拍 等一等 等一下 它觉得这样的话 以后这边肯定是能出奇了 然后这边 让你这个 外面也少一个吃 它大概觉得是 这个 把这个权利啊 本来你是两边都保留一下 我把这个权利 让你就没有了 然后看你先走 我再决定 我再怎么倾销 应该说这是一个 一个比较冷静的下巴 但是不太容易发现 对对 不太容易发现 不太容易想到这手旗 对对对 正常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 有很多旗手会愿意在中间走一个 对 毕竟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比较好 这盘旗 这个旗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对 因为从前面 我觉得白旗下的还是蛮激进的 对对对 我们正说呢 看陶清函这个旗风很激进 然后他这手旗转回来 似乎要跟我们说 也并不完全如此 对对 这手旗应该这么理解 很隐忍 很隐忍的 对 前面的下巴可不是隐忍 全都是最狠的下巴 在那下 对 但突然一下在这个 这个转变有点大 连我们这个 我们讲期人都看得有点 有一点吃惊 应该都说 是的 虫非常极端 然后转向另外一期 对 很 本来很凶悍 然后转成一个很隐忍的下巴 似乎陶清函是想让我们看看 他的这个全面的旗风 对对对 隐忍我也可以 这个转变有点惊人 对 如果是我 我的旗风已经算比较后发的人 但我都觉得有点惊人 这不急 有点想不到就是 对想不到 想不到 这个思路 对 不太容易让我们理解 因为这边已经很大了 还是很想 就是就算跑不了争执 也是想在哪 什么掉一个 对不对 对 这边广快要限制一下他 但是这个时候 唐欣然是走在这里 对 我还是 那实战黑棋补在这 我觉得这手棋就很舒服了 对 这个 这块空还是很大的 那么白棋也不敢再深入 实战是吊在这 对 那黑棋是认为 这个地方我围住就可以了 我可以接受这个程度 然后黑棋就围在这了 对 黑棋应该说是成功地 把这块大空围住了 然后白棋拖先 经营自己的下边的这个模样 对 这个下法就是 白棋需要比较好的判断力 就是说黑棋这块空 还是非常惊人的 白棋应该是 他选择了一个对围的下法 应该能看出来 唐欣然大概是觉得 形式还是不错 或者他觉得这边还是有棋 没有那么可怕 对 那实战 黑棋也是 继续 继续扩张 经营它中复 白棋长 开始动作 黑棋挡住 充 挡住 扳 扳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些棋的 对 对 黑棋也是下得非常简明 这很长一个 这个地方 初棋肯定是有的 这个地方 简单一点就是 一猴就应该就有棋了 这个棋行 实际上不 我这一打一尝是要你的那个问题 对 然后我如果补的话 你当然可以吃 吃就打结了 吃就打结了 你补的话 这样应该是个打结活 做个研究打结活 对 这个你是 我可以铺了 这个是个打结活 这个里面是留下了一个火角的 对 留下了一个火角的一个下法 那定型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继续地保留这个火角来扩张自己的左边 黑棋 这首棋 好像很有意思啊 对 这个时候呢 黑棋既没有选择从这儿掏 也没有选择从这儿打入 还是选择在上面靠一个 对 这部棋也是很少见 它还是有点间接地要想照一下这中间 尤其这个子 这个子的话 白棋如果以后能冲出来的话 还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它这边如果子力多的话 那我就以后不见得是长了 我有可能强扳 甚至我大尺你都有可能 就它是有点这样间接地是照应一下这边 黑棋就是想压缩一下 然后照应这边 对 思路很明确 白棋扳 黑棋就扳下 那就破白棋点空 对 这样就是黑棋是 白棋冷静地沾 对 黑棋长起来 黑棋也是看白棋的下法 白棋如果刚才是扳这边 它肯定是扳这边 所以你扳这边就黑棋扳这边 看白棋的选择来定 白棋继续贴 黑棋长 白棋扳 扳 这个地方的定型 其实比想象中的要简明 很简单的一个定型 然后黑棋再飞过来 应该说李仙豪这盘棋下的 有一点我们的这个 日本的一个传奇起手 五更正数的这种棋风的感觉 虽然没有走三连星 但是这个整个的 它这个下巴是很符合 这个宇宙流的这种下巴 是一个大模样 对 它说它你能看出 它一直在照耀着这些中间 所以说这个感觉还是非常 非常至少赏心悦目 看上去 这个宇宙流下的还是非常漂亮 前后思路很连贯 对 白棋拆边 黑棋这个时候点角 这个是要试一下应手的 试应手 这个地方要是有活棋 要是有打结的话就很好了 对 这个地方近活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如果能走出一个打结 已经非常成功 就跟这个角差不多 对 但是白棋是显然不答应 白棋是挡在这儿要吃黑棋 对 这个很凶狠 很凶狠 黑棋爬 这个也是它为什么从这边搬 连贴了好几下的一个用意 就是说这个角它已经准备 就是下这个时候 它应该是已经准备要静吃它了 如果这地方再做出打结的话 那就重复了 应该是在两边 对 那实在白棋是飞 完了退 这个肯定要硬吃黑棋了 对 这个下法还是很 有点有点吓人 但是确实白棋的子力非常多 对 黑棋飞 白棋尖 尖 黑棋 尖 黑棋这个时候是 黑棋是没有走了 对 这个地方它一看 补了 把这个给补上了 既然你把我吃 那我也把这个吃尽散了 对 这个形状 我们可以稍微注意点 这个地方就是黑棋挡一个肯定是先手 白棋应该是会扁 必须得扁 这样呢 黑棋压是压不到的 这一下 压的它是不会走在这 它可以补在外面 这样你扳这个 我就竖这个 你挡的话我退 这个形状是死棋 死棋 所以说他一看呢 这个地方压是后手 他觉得应该是跑不掉了 所以他也是留了一点这个味道啊 对 有点先不动了 把这个给吃掉了 这样的话这个局面就简化了很多 对对对 基本上都是实控实控了 这样就是双方各来围了 就黑棋是围了一个大模样 白棋是围了好几块 这样看看谁能这个 谁的空更多一些 白棋跳 跳 压缩黑棋 黑棋长 白棋粘上 然后黑棋再长进去 这个也是铺掉白棋这边的空 对 那么白棋继续把这个冲死 把这个冲死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的一部棋 对 另外一个这样 这块棋就 就 这块大空就可以说是变成白棋的了 这样 这样的话 这个棋盘上的这个变化又缩小了很多 是是是 应该说从前面双方下得非常紧张 很刺激 但是后面其实两个人倒是都大成妥协了 你围一块我围一块 对 没有说我要这边破你 你非要破我这个感觉 没想到这盘棋竟然是一盘 如此简单的收束局面的棋 对对对 然后黑棋把这个地方给围住 这样这个刀是肯定是彻底的死掉了 然后白棋飞 飞 这个地方黑棋有一点薄 有点薄 最简单我一尖就行了 对 所以它是 所以黑棋还是得硬住 硬住 黑白棋 走了一下 这个时候挑了一个 这个一下子就可以连回去了吗 因为黑白棋很厚 这些 它是压我就退就行了 只要是只要这个你接不归 没有接不归就行 你跳我也是 跳也没用 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就爬完了 白棋可以冲断黑棋了 这个黑棋也不行 冲断 它自己是有断点的黑棋 所以这个黑棋 是尖了一个 就尖了一个 就把这个地方也围住 对 应该说两个人前面是互相上 现在是大家你围一块我围一块 这个都能接受 就靠了一个 对 实际上靠了一个 走 然后 搬进去 搬这个 这个时候黑棋不能打 刚好被白棋打 对 吃回来了 所以黑棋还得硬住 皮膚硬的也是很强硬 寸土不让 能多围一点就多围一点 对 现在是 现在应该是 互相就比控谁 谁控多谁赢了 这个时候虽然都很大 但是 如果木树接近的话 确实是 这个一木棋就有可能决定胜负了 是 所以这个双方还是得 紧着点走 这个棋 黑棋是 扳住 白棋 你看白棋这个也有 这个收束的这个下法 这个也很凶狠 对 现在黑棋也是下得很凶狠 黑棋现在是直接把它提了 这个地方白棋 白棋是很想吃进来 对对对 吃进来的话 黑棋肯定不能粘 粘我这被你挖空了 对 它一定是要反击 那我提掉呢 提掉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也是只能尝 你如果吃 吃我就打结了 这个结黑棋受不了 黑棋应该是只有长 这个白棋现在有点难受 如果白棋 这个尖的话 这个棋 应该你也只能尖 你如果走这儿 我是应该加住 直接被夹死了 对 夹住了 只能尖 只能尖 就是尖的话 我如果这样打结 你应该 白棋也还算能接受 但是黑棋 黑棋也 先冲一下 先冲一下 肯定没什么亏的 这个棋 一个是先打一会儿结 这个可以打结 真打不赢的话 好像可以再忍回来 对 黑棋可以直接吃回去 是这个顶住 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 白棋好像转一圈不便宜 而且黑棋还可以先打会儿结 这个结肯定是免费的 所以白棋 所以白棋不能直接打进来 不能打进来 打进来 是可以打进来 但是不见得便宜 你打进来 但是你打进来不便宜 对 是这样的 打进来是不便宜的 所以实战白棋 是在这里 虎了一个 虎一个 就是还是想先手便宜一下 打这个结 打这个结 想把黑棋打回去 对 这个应该不过分 这个应该是 因为这个结白棋很轻 这个应该是白棋的权利 对 白棋找结了 打吃一个 打吃 黑棋 提掉 白棋提回来 这个结应该白棋能获胜 对 因为白棋太轻了 白棋其实收个关子就行 黑棋粘回去 白棋把这个长 长转 还是照料一下下边 正常应该是提掉这个 但提掉的话 它煎进去不好围大概 这样不好围 所以它还是要 还是要把上面围住 把上面围住 黑棋也是煎 白棋爬 跳 长 这个地方两个人下的 还是非常的细腻 还是要并在这 对 它是并在这 这个地方是能吃掉白棋 对 然后你这边也现在煎不断我 煎的话我把你的全打死了 对 其实它简单点就粘回来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说对白棋的威胁不大 它一定要走在这 这个现在就是可以说 我们说的是功夫棋 一点一点的再抠这个木树 黑棋现在下的也是非常细腻 细腻 然后让白棋自己粘回去 粘上 它主要是要瞄着这个尖断 对 这有挤 这个地方不能出错 黑棋下去的话 这个白棋 一挤就完了 完了 这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这个挤没得收了 这个错误太大了 然后 黑棋吃这个 接下来就是这不吃 三浪鱼这个地方 比粘好的 就是这个地方还多了一个提 对 多了一个提 很细腻 这个应该说本来是个结 现在我一下就把你提过来了 对 你说好多少 大概好个一目棋两目棋的样子 一两目棋 好的其实也有限 对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两目棋就很大了 对 应该这么说 对于细棋局面的话 这番棋如果是一个很细棋局面的话 那还是影响很大的 如果说赢了十目二十目 那确实没什么关系 是 好 那实战 黑棋是尖 尖这个 尖这个 白棋 跳过 跳过 黑棋冲 这都是黑棋的先手 对 白棋挡 黑棋冲 白棋挡不住 就能退 对 应该说是围的还是围住了 白棋看上去挺凶险的 但是还是围住了这个棋 是 然后黑棋冲 这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力 对 都是黑棋的权力 那它是退 退 这要不吃 双打 有个双打 对 小心 然后黑棋再冲 这应该是独秒了 这个应该都是劫材 对 应该是独秒了 把这个吃掉 吃掉 我觉得这番棋 点幕也要点很久 这要点一阵 看起来好像这个收官 好像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收 这个局面形势如何 这个判断起来 我觉得很需要时间 是是是 这个控作很难 全是大控 白棋挡 这个地方也很细腻 正常的我们说 这个地方会接一个 接一个以后 就是白棋先手搬毡 但是虎呢 这个时候就会 黑棋不走的话 我这个一挡 你这个如果挡 我就有可能会形成结症了 这个如果你要退 我就等于跟 粘比便宜了两目棋 多便宜两目 两目棋还是很大 对对 一步棋我觉得还能容忍 两步棋像这种 戏局局面是不能容忍的 是 这个差异性太大了 对 所以这个胡也是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的一部 收官的好手 对 是 这种棋倒是 如果说再凶狠一点 还有一种下法 可以这样连搬 对 这个下法 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棋 我们就 其实还是值得学习的 有这样下法 这样它如果 它如果打嘛 你就把它打回去 就是你截材绝对有力的时候 是可以这么下的 你如果退呢 就甚至都可以脱先了 它这么打的时候 你再唬住 等于我让你 本来有的这 还有可能你会 逆收这一下 我等于让你逆收都逆收不了 我让你直接粘到这 这个是 这个是太狠了 这我们就说你要是一个 这个劫王 就是说你现在劫材绝对无敌的时候 可以这么下 实战呢是虎的 可以提掉 然后白旗扳到了 先扳这个 对 然后 把这下拐了 拐掉 然后白旗扳掉 这都是白旗的权力 这是可以便宜 白旗把这个一粘 这也是有五木齐的价值 对 黑旗粘这个 白旗粘 粘上 白旗打持先手 白旗粘上 黑旗顶 现在就剩下一两木的棺子了 现在应该还有个这个 这个最大的 四木齐的棺子 这个应该是 黑旗应该是 最后收到 能走到的都走掉 冲掉 先手 这种冲是先手一木 我们或说是后手两木 这个地方是基本功 对 挡住 然后再粘上 白旗扳 黑旗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必须得 这个双 要不走这个被冲死了 这个一定要小心 黑旗 粘上 粘上 然后走住 爬掉 先手一木 冲掉 这个冲掉 这个把这个冲掉 好 那像成这样的话 这盘旗已经没有 这个木树了 已经没有这个木树可收了 对 那么最后这盘旗 是黑旗 收后 对 剩一又四分之三子 也就是说是个 盘面石木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盘面石木 这个最后 黑旗是盘面石木 这个 应该是收完的 嗯 这个盘面石木的话 应该说 还是优势 对职业起手来说 还是比较明显的了 可以这么说 虽然是 还是挺细微的 赢了一又四分之三子 但是石木的话 你是不可能翻盘了 应该这么说 那整盘旗总结一下的话 嗯 应该说前面是非常激烈 但是后面的转换呢 是双方又下得非常的简明 我觉得 最后看应该是 李仙豪 他的整个的判断 会更加这个精确一些 哦 所以说白旗是 前面看上去很凶 但是最后呢 是没占到什么便宜 哦 那整体来说 黑旗发挥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对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